英雄 燕子 穆姑娘 离山庄还有一段路 你还是上轿吧 不用了 我能走 穆姑娘倾高自重 不屑于做我们大京王府的轿子 可是你若是把它看成 是小王爷对你的一番心意 又何妨接受的 我是平民 这种华贵的东西做不惯 赶路的话我走快点就是了 就是这里啊 蓉儿 我们干嘛来这里啊 既然药店里的药 是被林智商人和王延康那批人买走的 就一定在王府里啊 哦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蓉儿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拿吧 我们不是拿 是偷 咱们此行是当贼的 王府的守卫森严 你可要小心点 别让人家发现了 嗯 知道了 你可要小心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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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哥哥 嗯 好轻功啊 没想到你这儿装的是石头 四肢却像风一样的潇洒 虽然你常说你娘比我漂亮 不过我觉得你比我爹更帅啊 我 我帅吗 静哥哥 你好帅啊 嘿嘿嘿 蓉儿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从来都没有人夸我帅的 正好呀 我称赞你 你叫我善良 我们在一块啊 不会闷的 哦 哎 这里好大 算什么啊 我家比这儿大出数百倍呢 是吗 这么厉害啊 才不呢 闷死人了 哪有这里好玩呢 哎 静哥哥 嗯 我们到这去看看吧 哎 我们不是来找药的吗 那就 边走边找啦 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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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宝贝蛇呀 宝贝蛇呀 我养了你都快二十年了 哎 哎 想到 过几天就要吸你的血了 居然还有点舍不得呢 哈哈哈哈 来 你乖乖的 喝上几滴补药 好让我喝你的血 哼 从今以后 我便功力增加百倍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荣儿 这里实在太大了 我们怎么找啊 这样吧 抓紧时间 咱们分头找 半个时辰以后 我们在这儿会合 哎 荣儿 嗯 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我还是陪着你吧 哎呀 走这儿吧 沐姑娘 到了 沐姑娘 沐姑娘 请 请 请 小王爷 嗯 今晚 我准备了点心美酒 准备和沐姑娘 促膝畅谈 以醉方休 我来 只是要取回鞋子的 害得沐姑娘穿草鞋来 真是委屈你的 沐姑娘 不是应该坐轿子来的吗 为什么脚上会有那么多泥 你 下去 原来你走了那么远的路 就是为了来见我 今天在这里看你 实在比那天在招青擂台上看 更佳理 快把鞋子还我 我马上走 这么说来 那我是更不会还了 还我 你忘了上次了 你的鞋是怎么丢的了吧 怎么 又想重蹈覆辙 你想怎么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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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看看他们 实在不应该这么藏 如果是别人 我一定会嫌弃的 可因为是你 我不会在意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见你吗 因为我想看你笑 我在想 你笑起来一定十分好看 可是你从来都不笑 为什么 难道 你真的是为了鞋子而来 好啊 你想要鞋我给你 看你会不会高兴 来人拿鞋 自己挑吧 这么小 你承心戏弄我 听见没有 穆姑娘不喜欢 通通通拿走 我只要我自己的 好啊 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女人 我马上还给你 无耻 无耻 今天在这里看你 比那天在招亲擂台上看 更巧理了 可你从来不笑 这是为什么 我真的从来都不笑的吗 走 我寸门 就这么说 有阿 有阿 什么人 你肯闯王府 你敢闯王府 你不怕 你是谁框闯王府 你敢闯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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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偷进王府 绝非涂抹不轨 而是要找我的女儿 我想 她应该身在王府才对 找你女儿 长得怎么样呢 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如果好看的话 从这里换一个过去 竟敢侮辱我的女儿 告诉我她人在哪里 荒谬 这里可是王府 岂容闲杂人等进来 什么人 原来还有同党 你来对付她 我过去看看 杀兄 这种小事不劳您打下 我来收拾她 走 说 要算灵智上人在哪个相防 那边 这么一个天生丽质的姑娘 怎么从未见过呢 等等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见过的 那天在路上 你欺负荣儿 不过后来你又道歉了 我看你也不像个坏人 不如你帮我们个忙吧 对不起 我从来没见过你 更没有欺负过 这位美丽的姑娘 荣儿 这么好听的名字 我真是疼她 还来不及呢 你干什么 荣儿 出手伤人 算什么讨姑娘 换性的招数 你只要乖乖的不动 我自然不会伤害你 不公平 你武功比我好 你竟然欺负我 我会哭的 哼 荣儿 靖哥哥 快去找药 这交给我就行了 不行 我不能对抢你一个人 那你就留在那臭倒石头发而死吧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他们伤到我的 一个时辰之后 在原定地方等我 原本以为姑娘光是嘴巴吊钻 原来武功也不错 刚才这一招 真是准 快 齐 轻 令人赏心悦目 看来 我是轻敌了 你是有眼不识泰山 若你知道我是谁 保管你吓得跟见鬼一样 那敢问荣儿 你失臣河门河派 不知你这样叫我名字 那你告诉我 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一定以姑娘相称 想知道我的底细 我给你打赌啊 一百招之内 如果你猜不出 就算你输 那我要是赢了又如何 你没机会的 月女剑 你师父是江南七怪 不对 月星望运 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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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掌门求先认识你的师父 错 不对 错 又错了 错 你怎么了 你是谁啊 康儿 带路带跑 告诉你 人在躲了 你中了我们验场 连武功都废了 我还要他经脉尽断 武脏爆裂 你们有事吗 王妃 有人擅闯王府 王妃可曾看见可疑之人 没有 那咱们赶快分头去找 一定得把他杀了 对 千万 人和人之间 以何为贵 你们整天愁愁杀杀的 不厌倦吗 厌倦 如果我们不杀他 他就该杀我们了 我们替王爷办事 要精心精力猜场啊 请王妃见谅 咱们赶快分头找 走 那封信是完颜康的 请问 你跟完颜康是相识的吗 这个人 竟然公然毁婚 却又暗中引诱我的女儿 我是来找到回去的 原来是你的女儿 你又是谁 我是 万颜康的娘亲 原来是金人的王妃 施静 施静 你刚才说毁婚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父女俩 在街上比武招亲 那姓完颜的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公然地侮辱我的女儿 可恶至极 你放心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我一定替你们讨回公道 难得你有这份心 可你是金人 我不会看见你的 告辞 小心啊 你伤得这么重 先让我帮你疗伤吧 你疯了 找我 你疯了 岂若 你就醒了 王爷找我有事吗 喂 娘娘 刚才有刺客闯入府中 王爷担心您的安全 特意过来看看 敢问王妃可否看到可疑人 没有 可是我还是担心呀 今晚你就回府里休息吧 不用了 多谢王爷关心 我留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也好 我留下来陪你 王爷 夕若有一个请求 说 你可以陪我 到康儿的府里走一趟吗 王爷是不是要找小王爷 他现在不在府中 这个时间他去哪里了 小王爷说 他要出去办点事情 请王爷 王妃不必担心 小王爷是不是去见那个大宋的名女 她是不是参加过一场比武朝七 还戏弄了那位姑娘 现在她就是去见那位姑娘 是吗 王妃原来都知道了 小人不是故意隐瞒 请王爷 王妃恕罪 竟然有这样的事 那就是真的了 我碰到了穆姑娘的爹 他现在就在我的屋里 什么 那个男人居然闯入王府 还进到你的屋子里 他被你们围捕 受了重伤 所以我把他救起来了 既然你早已知道了康儿的猎行 为什么不早告诉本王 刚才还隐瞒你屋子里的男人 不交出来 为什么 刚才我还没有证实这件事情 是真还是假的 我也怕错怪了康儿 而且这件事在没有证实之前 我怕你们把那个男人杀了 杀人对你们来说实在太容易了 而现在我们都知道 穆姑娘的爹说的话是真的 是我们康儿亏欠别人在先 那你们就不会杀人了 你的话有道理 既然如此 我就要好好见见那个姓牧的男子 和他对正一下 龙的士尽 来 吴 海 巳大叔 mont 五十九招 再猜不到 你就输了 要迫使你使出本门功夫 看来我要狠心一点 软卫甲 那又怎么样 这是东海桃花朵镇岛之宝 莫非你是 没错 刚才那招是你出的 所以你说什么都是输 你输了 我走了 木大叔 靖哥哥 荣安 木大叔 他怎么了 木大叔受伤晕过去了 我们要先离开这里 他怎么会在这儿的 这里有亲可招吗 哎呀 您别管这么多了 我们走了再说 嗯 你回去走 你啊 原来你在这儿啊 又多了一个丫头 这回可以大开杀戒了 是啊 住手 住手 这儿可是王府 这么干不太合适吧 王爷 这几个人筛传王府 应该杀了他们 你们两个 和兴木的男子什么关系啊 嗯 是他 就是他 他怎么了 木大叔他受了重伤 需要马上医治 你先让我们出去 人本王是会放的 但是比义武招亲 私会民女 这关乎小王爷的名声 这件事情需要弄清楚 如果这样的话 更要先找到木姑娘 女儿嫁的名节最重要 如果康儿真的打赢了勒他 王爷康他是真的打赢了 我是亲眼看到的 他打赢了木姑娘 却又不愿意娶她 他是背信弃义 所以 所以我就想叫醒叫醒他 原来如此 那就让我来脱围吧 爹 爹 爹 女儿不孝 居然被那小王八蛋 太欺负了 还连累了你 你就是他女儿 我和我爹自由行走天涯 一心想找个好归宿 没想到 竟然遇到个薄青狼 其实他并不帅又无赖 我一点也不喜欢 他也是耍了阴招才赢我的 他说过要给我幸福富贵的 可是他却反悔 怕我骗来了却不知所重 堂堂小王爷欺负民女 真不要脸 康儿这样做实在太不该了 木姑娘 你放心 我们会替你做主 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谢谢王妃 厉害吧 我本来还不知道什么比武招青的事 后来听你们一人一句 就把事事拼凑出来了 金哥哥不好意思 走那么长一段路 是怕我们被人跟踪 忘了解开你的哑学了 荣儿你真的聪明啊 金哥哥真不好意思 要不是刚刚怕你笨 破坏我的妙计 我还真舍不得把你变哑巴呢 荣儿 我是笨了一点 这样吧 下次你有什么计策 又怕我漏馅的话 你就点我的哑学好了 成 走了 来 义父 我义父他怎么了 他 原来你就是那个如假包换的 比武招青姑娘啊 你义父啊 找你找得可辛苦了 荣儿 救人要紧 我们先进去吧 请问我义父的伤势怎么样 你别太担心了 穆大叔他受的只是外伤 只是可能要加上太过劳累 才会昏倒的 但是他吃了我的药 很快就会好的 多谢二位的救命之恩 穆姑娘不用谢 想不到 义父竟冒险去王府找我 这是我的错 你别这么说 都怪那个王府找我 有完颜康 要不是他 穆大叔 根本就不会受这么重的伤 穆姑娘 完颜康 到底有没有欺负你啊 还说没有 那 他光着脚回来的 就算不是那小皇爷 害你丢了鞋子 他也该送你一双嘛 让你不至于把脚弄疼弄脏啊 心肠好坏的人 穆姑娘 坐下 女孩子家不能老光着脚的 你就穿我的鞋吧 呢 傻哥哥 你个大男人 这么大一双鞋 人家女儿家哪合穿呢 穆姑娘 你穿着好像正合适啊 是吗 道长 道长我们 你们俩 没找到钥匙吧 道长您真是料事如神呢 江湖市如何始如何终 如何发展 不离人性 不会发展 见多了 只觉得实不离八九 道长 你是不是很难受啊 那 你先把这药服了 至少可以把你的伤势 稳住几天 我 九花预乐园 黄药师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什么卖药郎中啊 特别是姓黄的 十八年前 十八年前 平道曾在华山 见过东邪黄药师 用过此药 天下唯有他 哎呀够了 我今天不想提那些 跟我不相干的人 在外奔波了一整天 我累死了 金哥哥 我要去睡觉了 哎 哎 道长 你不要生荣儿的气 他今天累了 你服了药 也早点休息吧 好 道长再见 荣儿 你刚才怎么对王道长 这么无礼啊 我就是不想提嘛 真是哪里没办法 你怎么老睡地上呢 睡地上真有那么好玩啊 那我今天也睡地上 哎 你不能睡地上 我娘说了睡地上有寒气 对身体不好的 因为我从小在大漠长大 都睡习惯了 你还是睡床上嘛 好 пора 静哥哥 咱们明天再偷偷溜境王府去吧 嗯 我们一定要帮王道长找到解药 嗯 不过 俊王府实在是太危险了 你就不要去了 我一个人去好了 不行 我不许你撇下我 我又不怕 我还觉得很好玩呢 而且我觉得老道长说得不对 江湖啊是变化莫测的 你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人 有趣的事情 就像碰到静哥哥你呀 这就是我觉得 全天下最有趣的一桩事了 可我还是觉得很危险啊 怎么会呢 我觉得不危险 像那个王爷 王妃 还有王延康 每个人都好神秘啊 好像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似的 穆大叔和穆姑娘也是 我记得爹爹曾经说过 英雄豪杰 自有英雄豪杰的气概 邪魔歪道 鼠妾狗通 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气味 这些啊 都是从骨子里散出 历经转变也不会散的 那个穆大叔 就有一种不同于 寻常百姓的气概 或许他是个 隐姓埋名的大英雄 金哥哥 你说 他会不会还有别的身份啊 我脑子笨 想不明白 蓉儿 早点睡吧 我明天还要去找药呢 金哥哥 你耍得好棒啊 英雄豪杰的气概都出来了 金哥哥 你耍得好棒啊 默大叔 你没事了 虽微痊愈 你也别轻敌 你甩的是杨家枪方 没错 杨家枪 揣 七十二招 招数灵动 巧妙变化 兵家绝学 黄姑娘 谢谢你 衣服服了黄姑娘的九花玉卤丸 加上一夜休息 已恢复了八成 那是当然的了 义父 你别担心 他只是要试试靖哥哥有几成功夫 靖哥哥 你好厉害啊 内进不错 只是身手尚带磨练 穆大叔 你手的杨家枪法怎么这么漂亮 我学的就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当然 杨家枪七十二拢 非我杨家后人不得全套学习 可是穆大叔 你不信杨啊 穆逸只是我的化名 我本名 杨铁心 我明白了 杨字分开便是穆逸二字 你真人是杨家将的后代杨铁心 靖哥哥 你们俩本该认识的 你爹过小天 就是我的结拜义兄 而你 就是我找了十八年的人 过去 叩见杨大叔 靖哥 起来 靖哥 我 郭大哥 铁心终于找回你的儿子了 你的在天之灵可以放心了 义父 杨大叔 静 你们俩开心就不理我了 静哥哥 你跟这个杨大叔 还有他跟你爹究竟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他找了你十八年 你快说 收给我听啊 我好喜欢听故事的 我跟你爹 原本就是定居山东 今日入侵 北方沦陷 我跟你爹抗敌不力 只好辗转流落到江南 定居在那穷乡僻老的牛家村 后来我俩都分别成了亲 以耕中打猎为生 先来习练兵器拳脚 这样的日子 一过便是两年 不久 郭大嫂和我妻子包西若都有了身孕 我跟郭大哥都很高兴 那天雪下得很大 我跟郭大哥看见一个道士路过 便请他进屋来喝杯热酒 谁知道那道长竟误以为 我们是官府派来捉拿他的英权 竟出手了 跟我们打了起来 举便 就从我们遇上秋楚基道长开始 道长请留步 外头天寒地冻 何不跟我兄弟俩进屋喝杯热酒 解解寒气 你要我喝酒 二位要是想捉拿贫道 何必要拐弯抹角呢 动手吧 我们到前 这个狗汉奸 人道追杀了他十几天 才将其斩首 杀得好 不打不相识 原来秋道长刚杀了奸人王道前 正在逃避朝廷的追杀 我跟郭大哥知道秋道长 为大宋诛灭了奸贼仇寇 都深深感到敬佩 我们三个人一见如故 成了朋友 在我秋楚基见下 丧命的金人和奸贼为数不少 但都没有今日痛快 结因遇上两位中阳之后 其实我们也是因为逃避战乱 不想留在金人之地 才来到这里的 没错 终有一天 我会再拿起我的杨家枪 为大宋进一分力 待我们的孩儿出世长大 就带他们一起 为大宋做点事情 我跟我义兄早就约定好了 如果生得一男一女 就让他们结为夫妻 若为男孩就像我们一样 结为异性兄弟 好啊 谁想到 我跟义兄与秋道长的一场 相遇相交之后 竟然背上了反贼的罪名 惹来了朝铁的追伤 快走 大哥 都走一起走 你 这次打败 大哥 放开我 别走 Brush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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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老败 宁主 滴 快h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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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前面 被冠冰抓走了 大哥已经死了 救命啊 爹要去救他 保全他们国家的骨肉 大嫂 叔叔 天歌呢 他怎么样了 中了狗官的奸计 大哥已经死了 大嫂 原来段天德这个狗官 跟你们这些惊人有勾结 好吧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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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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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两位是 大石谷那边有豺狼 我的黄驴也被他吃了 那里实在危险 我就把你带回来了 在下养铁心 多谢二位相救之恩 别动 别动 我们和塘村 世世代代都是种田的 也出不了个秀才 你呀 就别担心 好好地养伤 家里也没外人 救我们两口子 对 还有我这没出生的孩子 你就好好养着吧 嫂夫人救命之恩 养谋力当大谢 你 只是杨某有事在身 必须先行离开 他日一定登门报恩 告辞了 铁哥铁哥 我们永远都不分开 你说过我们就是死 也有死在一起 你说过的 无论如何 都不会放开我的手 是吗 你说过的 天哥 天哥